今天的娛樂CSI又要帶大家回到TVB 最近林峰幫TVB拍《雷霆掃毒》 原本這套電視劇集的男主角是鄭家榮和三哥 由於鄭家榮最近要在橫店找真人 所以換上了林峰做男主角 由於這個角色林峰飾演一個警察 所以監製希望他可以頂一點、滄桑一點 但到最後林峰依然要保住自己的帥哥樣子 所以現在的look看來都不夠鄭家榮這麼滄桑 雖然是這樣,林峰繼續都是TVB的一哥 所以拍劇的時候,個個都怕了他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一起娛樂CSI 最近TVB開拍《雷霆掃毒》 這套電視劇集的CASY非常強勁 男主角就有阿三哥和林峰 而女主角方面就有很久沒有拍電視劇集的 吳以利和觀音娜 再加上徐子山 這個故事就講述阿三哥是做奸的 吳以利是一個警察 當然他們兩個有感情線 而林峰方面就是一個督察 他的下屬觀音娜和徐子山都是反派 兩個一起搶林峰 看上去CASY那麼厲害 很多人都相信這套電視劇集 分分鐘成為今年的一台慶劇 由於TVB實在太疼林峰 所以說到林峰最近有很多負面新聞 下了金曲金獎之後 令到全城都罵爆林峰 所以林峰最近就要低調一點 回去TVB拍劇 這套劇CASY那麼厲害 很明顯就給了一個非常之好醜的林峰 希望他憑著這套劇又可以再一致人氣急聲 能夠拍到今年的台慶劇 林峰真的可以幫他做下小 可以拍到台慶劇 當然要落足心機 監製方面就要求林峰的角色是一個警察 希望他可以頂一點 頂到好像鄭家榮在路火街頭裡面 那意思就是說要他流鬍 其實林峰都已經非常之乖 流鬍留了兩個星期 開鏡的時候第一場戲就是拍外景在六幅珠寶 監製看到林峰的樣子就是覺得他不夠頂 希望他再貼鬍在兩邊臉 但是林峰就說了一句怕很髒 然後監製也沒有他扶 就說他喜歡怎樣就怎樣 很明顯林峰繼續都是TVB的一哥 每個人都說林峰拍劇每次都遲到 那天拍外景的時候他都遲了四十五分鐘 但是沒有人敢發聲 至於他外形方面現在一點都不拍 依然都是非常英俊的 但是沒辦法 他走開這個偶像派 大家都不敢再要求什麼 為什麼林峰可以這麼兇呢 現在監製叫他多留鬍 監製都怕了他 其實都有些原因 由於剛日拍外景現場是六幅珠寶 大家都知道六幅珠寶要做生意的 但是他也是請了林峰做這個代言 所以這次能夠去到六幅珠寶拍外景 完全是因為林峰的面子 六幅珠寶方面 簡直是不開工三個小時 還叫本身的員工做林寄 所以加起來人家虧了很多錢 而TVB方面 長租都不用給 還可以有個這麼漂亮的場 當然TVB當然是吃了林峰 就著流鬍的事件 一班記者都要問問林峰 是否連監製都怕了他呢 他說千萬不要這樣說 是因為他自己不知為何 臉兩邊的鬍根都是非常疏落的 所以就算怎樣流發 留了兩個星期都好 大家都好像覺得沒什麼鬍 至於六幅珠寶方面 他說一直以來都很支持他和TVB 長租這些東西 他說他有提過一下 人家都非常幫忙 說到這麼久 是時候八進公投